好的 今天是住在這間飯店的最後一天 我等一下要check out了 我接下來要移動到千葉 那去千葉之前我想要先在東京再晃一下 像我一兩點再過去千葉那邊 我想要回憶一下當年在千葉讀書的那些地方 好像有一些變化啦 對 因為我朋友已經去過了 我想要去再走一趟看看 明天最後一晚就是會住在千葉這樣 今天有穿的啊 其實我就這些衣服穿來穿去而已 然後那裡到底是這樣穿來穿去 掰掰 對 這間房間很不錯 一個人住得滿 挺好的 結果我現在在惠比塑下車 因為我沒有來過惠比塑 想說現在還時間還早早的10點多 是藍瓶耶 還沒有喝過耶 繼續喝一下好了 耶 我也喝到藍瓶咖啡了 嗯 樓上有點太風 路上有點冷清喔 日本人開始放假了 所以還滿多店也都休息了 啊 五百塊太好吃了 嗯 瞬間帶到韓國 這個肉燈也太可愛了吧 呵呵 喔 老半天怎麼還沒到啊 欸 欸 惠比塑公園 應該快到了 這間好漂亮喔 日本過年都會買這個掛在家裡 然後很多花店都會賣 很美 喔 好美喔 這間店 好美喔 會比說好美喔 然後 前面這台車也長得好可愛 我翻起來 我看到了 好漂亮喔 在我眼前 到了 有沒有 遠方有一個很漂亮的金屬物 我剛好像走錯出口了 好像旁邊就有車站耶 又撈了一大圈 每次都這樣 太陽出來了 好美喔 旁邊有人在彈鋼琴 很多日劇都會來這邊拍 哇 好美喔 好高級的地方 而且現在人又傻傻的 以前就是看日劇說 如果女生能跟男生來這邊約會 譬如是那個男生很有趣 好像是那個地位會很高的感覺 然後那女生就會很驕傲 就可以跟朋友炫耀說 喔 我有跟男生來這邊約會 以前看日劇的啦 但那裡真的看起來很漂亮耶 以前好像流星花園 喔 好久以前了是不是 流星花園好像也有來這邊拍過 這裡有一個大大的水晶燈 也太美了吧 喔 真的很大耶 鏡片好大喔 哇 這個要怎麼洗啊 哇 好像跟照片差很多耶 惠比獸的花園 然後這裡有一棟這個 比較歐方的建築 比我想像中的好像秀啊 我看照片 以為很大 很巨大的那一張 有點像迪士尼樂園的感覺 但其實還蠻美的 來這邊拍的照應該蠻好看的 很像公主耶 公主要去參加Party 從上來瞬間覺得自己很像公主 這裡很好一個人來拍傳達 因為旁邊都有這種 這種可以讓你放相機 非常方便 而且又沒有人離離 很像公主 一個人在戶外拍影片 就是這樣 演戲的感覺 我覺得下面有放一些小畫 還蠻可愛的 不過這個建築有點 有點灰灰的 髒髒的 不然是還蠻漂亮的 我覺得這樣子看過去 好像更好看一點 對 女生還蠻適合來這裡 拍一些傳達之類的 還蠻漂亮的 然後很多椅子可以讓你坐著 喝茶 喝咖啡 欣賞美景 這邊都是 超多這種椅子的 然後這邊好像就有車站了 我剛剛真的不知道是怎麼走了 然後就繞了一大圈 才走到這裡 欸 這車站怎麼長得 有點像機場 可以走這個 走一下 我覺得是因為 離車站太遠了 所以他才用這種 已經走一大段了 還沒有到 怎麼是Sapporo 不是AB 一路紅好帥 日本的車站真的很會 都會有一些商店 然後 去搭車中途 都會想要進去空一下 看一下 我有沒有趕時間 啊 也太可愛了吧 不覺得 他們這一隻企鵝很可愛嗎 我一直想要買這種 就是 放在手機後面的那一種 然後我終於看到我想要的 可是 超貴的耶 神怪巨貴超爆貴 算了吧 什麼都沒買 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剛剛好浪費我的時間 沒有 我剛剛搭的是 Netflix的 電車而已 我現在來到澀谷 九尾的十字路口 超多人的 怎麼每次來都 還是很想要拍這個 我不知道我這樣子拍 沒有拍到這麼多人 真的很多人耶 我好久沒有走這個十字路口 好天心喔 欸 紅燈了 然後我又走回來 因為我要去 很想要拍照 不在剛剛那邊 不在剛剛那邊 想要看一些 跟相機有關的 配備 我想要這個 台灣賣台幣16000多 這邊換算才14000多 而且可以退稅吧 哇 超多 各式各樣的腳架 我想要找一種 比較短的 好攜帶的腳架 可以用手機 又可以用相機 可以用直的 又可以用橫的 前陣子才買一隻新的腳架 可是它真的 比較不適合隨身攜帶的 然後我想要隨身攜帶的 我有買 可是是適合手機的 不能用相機的 好的 剛剛有看到我喜歡的 符合需求 然後要5000多日幣 然後我想要再去別間看一下 真的很有FU的街道 真的很有FU的街道 我現在要去一個新的地方 叫宮下公園 好像走到了 可以爬嗎 請問一下 它這個 百貨公司 開什麼玩笑啊 休圓 今天二十 喔 昨天就休了 各位啊 欸日常齁 就是 遇到跨年啊 連假啊 就是都會有休圓的狀況 休圓 我想要上去耶 蛤 好吧 下次再來啊 進去逛逛 裡面就有一些可愛的商店 啊 這個好ㄎㄧㄤ喔 好可愛喔 這個層也蠻特別的 很熱 然後外面又很冷 只是你在裡面待久 然後出來就會覺得 好冷喔 好冷喔 東下公園的下面就有這個地方 也是新的 還蠻可愛的 怎麼都沒有人啊 啊大白天的 居酒屋不會有人 很可愛的地方耶 在外面這樣吃飯 喝酒 吃 串燒什麼的 感覺會蠻有feu的 我剛剛從這邊上去 然後它的右邊就是 澀谷恆丁 這裡 現在這一棟非常非常有名 我有上去過 渋谷恆丁 他上去可以看到全景的東京喔 超厲害 我現在想去吃壽司 剛有看到一間以前吃過的壽司店 在哪裡咧 我要來吃這間 醬汁 吃壽司前陣子在網路上看到 說要從清淡的吃到比較重口味的 也就是從白肉吃到紅肉 但我第一盤吃紅肉 白肉就是比較白白的肉 筆木魚啊那一種白白的肉 然後吃到紅肉 鮭魚啊 鮪魚 但我是覺得自己開心就好了 好好吃喔 鮪魚也好好吃 鮪魚也好好吃 不要吃這個 鮪魚好好吃喔 哇好大塊 很好吃 吃飽了 我要准备去牵液 我到千叶了 我到千叶了 我来 我到千叶了 我來一棟千葉車棟 這是我生活過一年的地方 以前讀書在這裡 我又回來了 哇這一棟是新的耶 之前好像還在蓋 哇很大一棟耶 就在車站前面來這邊讀書 我記得那時候這邊還在蓋 就是施工都會搶 現在蓋好了 喔就有吃的 然後Big Camera Cura壽司 我要先去Check in 好有點重 等一下再來好好的逛一下 我這次住APA 然後要走大概15分鐘 我現在走在一條一千 去上學的路線 整天啊 太感動了吧 我以前在語言學校 我又回來了 剛才我過來了 他就在我頭上 嗯哼哼